要来关注台南长荣大学马来西亚籍女学生被勒弊弃尸 现在有三大疑点 28岁良性凶贤 真讯的时候公称是失手将人勒弊 对女大生只有猥亵没有性侵 真的吗 另外嫌犯开车绕了200公里 似乎是要混淆轨迹 犯后还清洗了座车 这三大疑点让警方猜测嫌犯为故意杀人来脱罪 目前检方已经采集检体送宴 法院也裁定嫌犯收押未禁键 28岁良性凶贤 勒弊台南长荣大学 一名24岁马来西亚籍女大生 真讯时她共称是失手将人勒弊 只有猥亵没有性侵 不过警方调查发现 9月30号她就进行第一次埋伏 也强行拖拉一名女大生 不过对方挣扎尖叫 她吓得当场落跑 10月27号她第二次埋伏 但是当天没有物色到对象 接着10月28号她准备好同军绳 再重回现场 警方认为凶贤是预模犯案 从我们手上的资料看起来 她是经常出入这个区域 所以对当地的这个路况 非常跟地形非常的熟悉 警方表示良性凶贤供词反复 说违宪没性侵 开车刻意两百公里兜圈混淆轨机 犯案后还清洗坐车 这三大疑点让警方猜测 嫌犯供词是为了故意杀人脱罪 至于是否设犯性侵 检方也积极侦办 而检方认定凶险有逃亡事实 全量 警方也加强巡逻 张大学学生说 希望接下来这条变道 都能像现在一样明亮 让他们不要在暗黑的路上 走得心惊胆跳 华视新闻刘涵 冲冲评文男台南报导